接收到数码电视频道咯 第一,如果您使用的电视机无法接收数码频道 您只需要利用天线电缆将天线和数码接收器连接在一起 然后再按照您的电视连接端口 使用HDMI电缆或者三色的AV电缆 将接收器和电视机连接起来 如果你使用的是数码接收器 记得要用电视遥控器上的Source按钮 选择HDMI或者是AV 然后用数码接收器的遥控器扫描和转换频道 第二,如果您的电视机已经可以接收数码电视频道 那就更简单了 因为您的电视机已经内置了DVB T2接收器 您只需要使用天线电缆将电视机和天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一切连接抖当之后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扫描和设定数码电视频道 要知道一台电视机或数码接收器是否能接收数码频道 在购买电视产品时 你只需要留意以下的数码电视标签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还没还没 还有最后几个检查步骤呢 你的天线是不是接上对的电视机或数码接收器的输入接口呢 你的天线需要电源吗 如果需要,请确保电源是开启的 如果你用的是数码接收器 你必须进入选项单 把天线的电源选项设为ON 也就是开启的选项 我要怎么能够确保我的电视机接收到最强的信号呢 你的电视机和数码接收器都有信号强度的指标功能 协助你寻找摆放天线的最佳位置 你可以把天线摆放在靠窗的位置 并且远离或者是高于电视机和其他电子器材 如果我想出门逛街 可以录下我想追看的连续剧吗 当然可以啦 你可以向零售商查询 所要购买的电视机或数码接收器是否有录影功能 如果你的电视机或数码接收器有录像的功能 你只需要插入随身碟或移动硬盘等的储存器来录制节目 有些电视机和数码接收器甚至能将节目录制到内置的储存系统哦 现在你可以录下高清画质的电视节目了 而且依照电子节目指南的指示去做 一点也不复杂哦